在常规赛开始还剩下三天的时候,休斯顿霍剑的总经理莫勒终于祭出第一把徒刀。 他一口气才掉了五个球员,分别是邦德、罗德里格斯、桑普森以及巴西杜兰特卡伯克洛和珍迪莱,其中卡伯克洛有点可惜,身高2.06米,B站2.3英米,得他原本是防守杜兰特匿密武器。 暂时里确实不行,特别是外线三分还得多练练,不然没有球队敢重用他,而珍迪莱不用多说,球迷们都知道,来的时机太晚了,早两年珍迪莱能成为火箭四号位的追梦格林,可惜现在修成人员冲队并不需要他,而火箭才叫卡伯克洛和珍迪莱两位奉献后,已经说明了一点,他们要全力培养克拉克了。 在这五场季前撒中,克拉克给所有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影响,移动迅速,场上不知疲惫的防守,斜防更是也是一流,甚至比詹姆斯·恩尼斯更加适合火箭的三号位首发,因为他能防小后卫,更难得可贵的。 克拉克不仅在防守端表现神勇,在三分球上也令人惊叹,已经不能说准了,而是应该说稳健,他叹手就给人感觉能进。 而且这家伙的心理素质强得可怕,也难怪火箭主教练德安东米,在评价克拉克的时候,会说他成熟的不像样,简直就像是迪佩尔版的塔图姆。 主要是心理,德帅说道,克拉克完全不像一个群秀,他的防守和投篮给我感觉像在这个联盟把了死到五年的老将,他成熟的有点不像样,因为他时刻都把心态放得很稳,不过最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落选了,真的有六十个球员比他还好,我可不这么认为。 我认为他肯定在这六十人之中,甚至是前三十人之中,克拉克今年二十三周岁,塔图姆二十岁,而这两人进NBA时,外界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作为极战力是最好的选择,因为球风成熟极差极右,但也说明了一点他们对他们的期待不高,也就是所谓的上限不高。 和塔图姆相比,克拉克是落选秀,因为他在大学打了四年,这导致他的落选,但努力或许可以磨平这些所谓的天赋。 克拉克在进入NBA时木板式勇士的追梦格林,是一位防守专家,他在大学时,两度获得最佳防守者的荣耀,是当时球的防守核心。 火焰若能用心培养,克拉克绝对会成为今年选秀的一匹黑马,因为他的心理素质过瘾,正是成为球星必备的天赋。 就像是勇士的唐普森,选秀是外界的对他的评价,就是心理素质令人惊叹,情绪时刻稳定。